在泰国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不论天气多么的炎热 还是有很多民众穿着长袖衣衫 或者随身携带一件长袖外套 以方便在逛商场 或者是搭乘公共交通的时候穿上 这是因为在泰国 室内的冷气都是很充足的甚至过剩 大量的冷气使用的对泰国的电力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也导致了电力资源的短缺 泰国的全年平均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 可谓是四季如下 虽然室外温度高 室内却可谓凉爽如秋 在泰国 无论商场还是酒店 轻轨或者地铁 甚至一家小小的便利店里的冷气 都足以让你透心凉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曼谷市区 现在虽然已经到了下午4点钟以后 但是这里的室外温度仍然是36度以上 相信现在大家对曼谷的室外温度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么他们的室内公共场所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来跟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曼谷市内的某商城 现在室内温度是21度左右 比室外低了近15度 在这里的人们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或者卫衣 而我也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 由于泰国室内冷气需求量大 加上其他电力的应用导致泰国能源不足 电力短缺 连续多年来曼谷都处于电力超负荷的情况 尤其是在4至5月份的热季 用电量更是达到高峰 使得电力短缺问题凸显 其实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 希望以此来弥补天然气发电部族的问题 泰国能源部就表示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 泰国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光伏发电和生物能源 泰国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光伏产业的发展 而这些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是天然气发电的重要替代品 另外 如果随着这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 成本的下降 民众接受度的提升 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泰国发电的主力军 使泰国逐步摆脱电力短缺的问题 东盟卫视MGTV记者王春 黄永瑞 泰国曼谷报道